各位好,今天是2020年6月4号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31年前 在中国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 中共军队动用坦克,野战军甚至打母弹 来镇压学生和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 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仍是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 当时是公派进修学习高级管理课程 那么在六四惨案发生之前的几天 我们就经常从各种报刊媒体上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发达 所以我们当时主要的信息来源 一个是电视,再一个就是报纸 我记得当时世界日报 每一天都会有大幅 几乎是几版的报道 有照片,有文字 一开始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 后来是绝食 所以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新闻 我们那时候天天都读世界日报 还有其他的中文报纸 也有一些英文报纸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北京将要发生什么 却并不是那么了解 到后来我连续看了几天电视的报道 因为那个时候CNN当时在美国 还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名望突出的大媒体 但那个时候它已经是全天候的报道 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我就记得就是晚上经常是看他们的那种连续的报道 有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报道 就是滚动式的播放 你可以看到摄像机架在广场 学生们在那儿吃东西喝水 然后呢说话 整个的场景 那么后来越看情况越不妙 形势越紧张 到后来有几天我已经感觉到形势非常严峻了 所以呢我就有几天我算是逃课 没去上课 我在这个自己在房间里边 我推说身体不舒服 病了 然后呢我就是看那个最新的进展 后来看到就是慢慢的 一开始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媒体被警方要求这个关闭摄像镜头 甚至要抢夺摄像机 在那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机枪扫射的场面 还有那个子弹都打到那个外交公寓 那么后来呢 再想看就看不到画面了 很多都是华外音 因为那个摄像机都是被中共官方派警察去收缴 不允许他们拍摄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在那之前我已经看了很多天 差不多有大半个月时间 看那些连续的一些报道 包括那个坦克人反复的出现的一个画面 当时还邀请了 就是中文电视台还邀请了一些在中国军队里面服役的 在人在美国的一些军官来进行分析评说 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原来当过连级的军官 后来呢又当参谋 他在38军曾经服役过 所以呢他被请到那个电视机前去讲述 跟军队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个军官我的印象中是比较销售英俊的 讲了很多 但这个人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我也忘了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分析是相当的 在我看来是相当权威的 他知道很多内幕的信息 所以那段日子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学习都没有心思了 后来呢又大家知道在军阴山湾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一天呢在灯光广场举行了大家的这个聚会活动 好多人都跑去参加聚会 我也想去 但是呢我们接到了上面的指令说不准去 而且说那段时间已经出现了很多地方 包括一些中共官员和外交人员叛逃 所谓叛逃就是说 他们谴责这个中共采取一种暴虐的手段对付学生 尤其是开枪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有的领事就宣布 不再跟中共在一起 就是说他离开中共体制 留在美国 不再回去了 不再行使中共外交人员的这个职责 所以这样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那段时间我感到特别揪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跟我妻子这个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那是专门要通过事先约定 写信约定哪一天 他到办公室去等电话 那我打过去 那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 说这个我的小弟弟 想跟着这个学校的师生一起到北京 到天安门广场聚会 因为他告诉我的时候 这个事情已经是过了很多天了 早就去了 但是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些画面 就感到非常的危险 我说那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能不能联系上 他说联系不上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谁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BPG 没有办法联系 他人又是跟广场的学生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危险紧张的场面 就非常的担忧 我说如果要是能有办法的话 请一定联系上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现在已经相当危险了 当时我父亲就不允许他去 知道这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那么我弟弟找我父亲要钱 我父亲不给他钱 故意不给他 所以后来我弟弟去找我太太 找他借钱 还要借照相机 我们家有一部傻瓜照相机 后来我太太给了他80块钱 和一部傻瓜照相机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都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六四枪声响了以后 我们感到非常的万分的焦急 也联系不上 后来看了那个血腥的场面 我心里非常的难受 好几夜都睡不着觉 有的时候还做噩梦 就是特别担忧这个弟弟的安危 那么后来呢 终于有一天 我后来再跟妻子再联系通话 他说这个弟弟已经回来了 他当时是从广场上 他们是比较早的撤离的一批学生 是侯德剑带领 他说撤出广场的时候 还听到这个解放军机关枪 把那个灯 有些照明灯给打碎了 就广场上一片黑暗 只有探照灯 有的时候照一照 所以呢 他跟那帮学生向外逃离 走出广场之后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北京也没有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北京市民 完全不认识的北京市民 把这些看起来走投无路的 这些学生借回家去藏起来 给他们提供吃住 而且他们想走 也是叫他们不要走 因为现在还不安全 大概在北京市民家里边 待了好多天以后 等到风平浪静了 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我弟弟身上 一开始去的时候 带了八十块钱 但后来这个钱 不知道怎么就花没有了 还是北京市民 替他买了火车票 还给他买了很多吃的东西 送了他上火车 那等到我弟弟回到家 见到我父亲的时候 我父亲平时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 对子女从来都不拥抱 没有什么那种轻易的行为 但是他们俩见面的时候 抱头痛哭 这是后来我事后听说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 我弟已经回到学校去上课 虽然那个时候 学校也开始搞整顿 搞军训之类的 但是呢 回学校以后有一天 有同学突然 喊我弟弟名字 说有人找你 他抬头一看 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 穿着白色的制服 戴着白色的大干帽 他吓得就跑 他以为是警察又来抓人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老师和学生 就是带头的人里边 已经有一些人被抓走了 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那个时候 中国只有海军 海军的制服 跟那个警察的制服 非常的相似 都是白色的上衣和大干帽 他吓得就跑 其实那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 后来把他叫住 他一看原来是亲戚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氛围 六四之后 有些大学 搞了一年的军训 尤其像北大 复旦这样的大学 清华 这些大学 都是一年的 整整一年的军训 就是要把学生 这个整个的思想 给他改回来 后来呢 也有很多学生 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 甚至有北大的学生 后来到了西安 再后来呢 就是说 去卖肉 卖猪肉 当然这不一定 说是分配造成的 是当时那整个的氛围 对那几届学生来讲 是压力很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 就是我们这样的家庭 虽然是有部分的参与 但是并没有出现 真的就是失去生命 但是还有很多的人 家庭 他们的子女 有被打死 有受伤的 有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迫害处理 冷遇 还有些人呢 后来被迫流亡海外 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那我们知道 北京 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的教授 叫蒋培坤 他的太太叫丁子林 是哲学系的副教授 他们两个人 夫妻两个都在 人大哲学系 他们有一个儿子 当时还不到17岁 叫蒋洁连 就是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中 那时候 像他这样死去的 还不止他一个 另外还有一位张仙林 张仙林的儿子 当时是19岁 也被打死 所以后来呢 他们专门联络了 将近200位死难者亲属 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 他们年年都会聚会 出些纪念的文字 做一些报道 那么这个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些人权组织 有一些这个国家 新闻媒体 报道联络他们 并且搬预了相应的奖项 那现在蒋培坤先生 已经去世了 那你想想 这个这一对夫妇 失去了自己的爱子 而且那个时候 解放军开枪用的子弹 很多被打中的人 后来才发现 中的是这个 这个他那个子弹 叫打母弹 打母弹是进入人体之后 会爆炸开花的 所以很难救活 为什么中共军队 在镇压 手无寸铁的学生 和平民的时候 居然使用 连国际战争中 都禁止使用的打母弹 这个是 应该说是 非常暴虐的这种 应该说反人类行为 所以邓小平 李鹏这样的罪犯 这个不管他们 人是不是已经死去 他们呢 应该在历史上 必须得到清算 六四已经不是什么 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而是一定要进行 历史清算的问题 六四的血债 是没有办法洗清的 中共他们自己都 非常的害怕 到今天 都不敢正对 这样一个历史 你想想教科书里边 他们不敢提及 那现在中共洗脑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 从幼儿园就开始 幼儿园小学 中学大学 不停的洗脑 但是他们如果要觉得 这件事是做的对的 他们为什么不敢 把这个作为宣传资料 写到这种各种教科书 和宣传资料里呢 为什么不对 这个中小学生 幼儿园学生 大学生 进行这样的洗脑呢 就是当时 反革命暴乱 当他们平息了 那平息的对的话 为什么现在不敢再提及 这样的事呢 那些所谓 平暴的英雄们 敢不敢公开的去炫耀自己的战功呢 你在哪个地方杀死了呢 多少学生 你用坦克 碾死了几位学生 我们知道 今天还活着的一位 六次的英雄 就是方正 他当时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 他走在撤退的队伍里边 当时呢 有几个女同学在前面走 而坦克呢 追缴学生压过去 眼看着要压到那个女学生了 这个方正这个时候呢 上前推开了那个女生 自己却被坦克碾压 碾去了两条腿 昏死过去 那么后来呢 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一些六四的学生领袖 还有一些人权组织 想办法 尤其是周峰所的一批人想办法 把方正呢 营救到美国来 那么方正呢 后来又学会了 用这个特殊的装置 来驾驶汽车 他能够干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非常的感人 这样的一个 活的见证人 英雄 到现在 中国国内的很多的小粉红 五毛 还有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居然不承认 说当年六四屠杀 中共有那样的血腥的行为 他们说那些都是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 西方反华势力 伪造的 连图像 照片 他们都说是伪造的 就连活生生的人 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不愿意承认 和接受这样的事实 说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说 疑蠢透顶 那也就是非常的恶毒 不管他年龄多大 他如果 起码的认知能力没有 没有起码的常识 良心 逻辑 那这样的人是很可悲的 也是很可恶的 每当我们怀念起 或者像悼念六四英零的时候 我们内心呢 非常的沉重 刘晓波 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他流着眼泪说 这个奖是受益六四英零的 他认为他自己 实际上担当不起这一份奖 我们知道 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主要是零八宪章群体 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抗争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一些有良知 有底线的人 共同发出呼吁 希望中共进行彻底的改造 那么零八宪章是一个 非常温和的文本 比当年的康有为公车上书 可能还要温和理性 所以有人称为新公车上书 但是就这样一个文本 中共都无法接受 而且要赶尽杀绝 所以呢我们看看 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尝试过 所有的手段 过去的三十年里边 给了中共足够多的时间 它可以忏悔 它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但是它都没有 它反而更加穷凶恶极 变本加厉 越来越暴虐地镇压 不同政见者 现在在中国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抗争群体 都受到了迫害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 无论是西藏人 维吾尔族人 蒙古人和其他的少数族裔 还有法轮功群体 还有福教徒 基督教徒 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群体 都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打压 那么除了政治意见人士以外 还有大量的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极其亲属 所有的 包括农民被强占土地 强裁房屋的现象 还有这种对计划生育的一些人 迫害 对计划生育的这种 我们知道通过计划生育这种政策 所谓国策 去迫害国内很多无辜的百姓 那么现在它又反过来 过去是不让你生 现在是强迫你生 过去呢 是对那些育龄的妇女 强行进行绝育 甚至对男人进行绝育手术 那么在农村里面 经常普遍的看到 强行的抓到一个女的 要对她进行绝育手术 所以很多 这个应该说是反人性的 反人类的这个做法 在中国都发生过 但是现在反过来 你如果不生 他还要处罚你 所以他这个中共的暴虐统治 简直是 违背人的天性 违背这个最基本的 做人的原则 那么我们看到 到今天仍然有一批人 不了解真相 还有一部分人 是拿着一点这个狗粮 他们喜欢拿这个来骂 民主意义人士 说你们这些人 都是美国人的走狗 都是美国的 你们的美国组织 要你们来骂中共 其实呢 他们真的是太无知 太可怜 他们不是到西方民主自由的世界里边 从来没有什么官方出钱 让你去骂共产党 没有这回事 从来没有过 只有中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这种专制氛围里边 他们才会花钱去雇佣 水军五毛 那么在美国 你要是骂习近平 骂中共 没有人给你一分钱 那人家觉得这是你的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他们自己吃着狗粮 领着那种津贴 甚至有很多是监狱里的犯人 他们领着津贴去 为中共去辩护 去骂这些民主意义人士 他还说民主意义人士 领狗粮 到底谁吃狗粮 只有狗才吃狗粮吗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吧 对吧 这个在自由民主 法治的国家里面 大家有正常的生活和收入 谁会去吃狗粮呢 只有那些 在这个暴力的强压下 他们自己呢 觉得没有办法 获得正当体面的收入 他们只能去气球狗粮 所以这个不能是 黑白颠倒 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我觉得有些人是叫不醒的 他装睡 装睡你是永远叫不醒他的 只有活生生的 现实摆在面前 而且别人的现实还不起作用 一定要是他本人 等他本人有一个轮回 让中共哪一天 对他的家人进行迫害 打击 欺辱 到那个时候 他内心才知道 所以我呢 诅咒这帮人 诅咒这些 你现在为了一点好处 而昧了良心 这个攻击 攻击这个有良知的人 然后你这个黑白不分颠倒黑白 这样的一些人 我诅咒你们 希望你们有一天受到中共的迫害 压迫 虐待 到那一天 你才会知道我们说的 确确实实是真话 后续你现在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话 但是你昧着良心不承认 所以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啊 不仅仅是给有良知的人看的 也给相当一批五毛 水军啊 这些真正吃狗粮的人 给他们看 因为他们 每次接受了任务 每当我要发表一些重要的 政治评论的时候 他们就跑到我的视频下 啊 进行攻击 谩骂 啊 那么今天呢 你们要来正好 你们来报到吗 你们来上班 执勤 想领功 想表功 我就给你们机会 啊 你们这些诸狗不如的东西 啊 你们 这个 领的那五毛钱 或者八毛钱的津贴 一个帖子 那就能够满足你们的这种欲望了吗 你们不是跟蛆虫一样吗 啊 畜生 什么不知道好坏 不知道黑白 啊 所以你们祖宗十八倍都会为你们而感到羞愧 好了 我今天就说到这 我希望 如果没有丧失良知 没有这个出卖底线的所有的华人啊 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去了解三十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有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还有当事人的回忆 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六四数据库 六四档案博物馆 无论在什么地方建 是在香港 因为香港现在有一个很小型的六四博物馆 但是估计已经无法存在了 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况已经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啊 这个 昨天和今天 本来是昨天晚上 香港那边就应该有违缘的烛光晚会 从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 他们年年都举办这样的纪念的烛光晚会 唯独昨天被香港警方阻止 这是第一次香港人无法再举办这样的悼念六四的这样的一个烛光晚会 但是呢 我相信 人们心中不会忘记 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 所以这个博物馆呢 将来可能会被迫转移到台湾或者美国或者是一样其他的地方 而且我们将来在有条件的时候一定会建一个大型的博物馆 档案馆 然后呢 首先建立网络上的电子的数据库 电子的档案馆 有很多人已经在做 而且做了很多年了 比如说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风崇德 他建立的六四纪念这个网站 六四memo 上面有几千幅照片 有大量的文字 这么多年一直在积累 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虽然大家年龄都逐渐的 这个苍老 人总会衰老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要传承下去 就像胡适先生说的 民间的口述史 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 我们不能看官方 官方阉割掩盖的历史 不是真正的历史 我们要由这些亲历者参与者 口口相传 把这个事情传下去 好的 谢谢各位